欢迎来到我们的房地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几个引人注目的房地产新闻 首先,香港政府决定拆除一些村庄 已建设9000个公屋单位 这是针对当地严重住房危机的积极行动 旨在为居民提供更多可负担的住房选择 接下来,英国财相瑞秋里夫斯正在考虑 对亚马逊等大型网络零售商提高税收 以支持本地实体商店 这一政策旨在平衡线上和实体零售商之间的竞争 为高阶商业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的指示中 强调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呼吁地方政府加强经济刺激措施 以促进创新和发展 这些举措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整合起到关键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香港正在拆除非法村落 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 随着香港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当地政府计划建造9000个公共住房单位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居住需求 这一举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许多人担心拆除旧村落会使一些 已经面临困境的居民失去家园 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香港的住房问题已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政府的解决方案能否真正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仍然需要时间来检验 雅虎美国报道 英国财相瑞丘里夫斯正在考虑提高 网络巨头如亚马逊的税收 以支持实体商店的复苏 他计划在即将公布的预算中 提出改革商业税率的方案 以便让线上零售商承担更多的税负 从而平衡与高阶商店之间的竞争 这一提议是为了响应劳工党的选举承诺 并在即将到来的商业税率减免到期前 未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缓解措施 随着疫情期间的税收减免即将结束 商业界对于改革的呼声越加迫切 尤其是餐饮和零售行业领袖们纷纷向政府施压 希望能够保护高阶商店的生存空间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出了一系列 以经济为中心的指示 旨在振兴中国经济 习近平在天津的发言中强调 国家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引擎 并促进创新和内部动力的激发 在面对内部挑战和全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特别是在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上 将针对如何应对经济放缓提出更具体的策略 尽管经济开发区在推动高质量制造 和开放型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外资实际使用量的下降 让人对未来的经济复苏充满疑虑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一个宗教团体正在加速出售住宅物业 借助于房市的复苏 成功变现了约1.1亿港元 约合1400万美元 与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相关的守望台圣经和文献协会 在9月底美联储降息后 迅速出售了位于将军澳的海洋海岸11套单位 销售经理梅丽莎曾透露 该团体在降息前的7月也曾出售过5套单位 该团体于2013年以约1.7亿港元购入约30套公寓 随着香港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 买家们纷纷涌入 开发商也开始提高价格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9月降低了基准利率 使得购房者的融资条件得到放宽 进一步刺激了市场活跃度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示 中国大陆的房屋销售在10月获得了显著的增长 显示出北京在上个月采取的强有力政策 对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产生了积极影响 根据房地产机构的数据 15个城市的新房交易量较前一周激增24% 二手房交易也增加了20% 政策的实施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减少首付要求以及解除居住限制 旨在结束行业的四年低迷 尤其在上海和深圳等城市 房屋销售的热潮引发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分析师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 也有所上调 认为北京的刺激措施将为市场复苏提供支持 南华早报还提到 香港的分租单位房东将被要求每五年更新登记 这是政府努力将这些拥挤住房 转变为受监管的新产品的一部分 住房事务局局长何永贤表示 分租单位的登记工作将在明年年底之前启动 房东需提供基本信息 并在一到两年的宽限期内修复房屋问题 政府计划逐步淘汰不达标的分租单位 只有符合特定标准的单位才能继续存在 尽管有些团体担心 新规会导致租金上涨和租客被驱逐 但何永贤表示 政府预计有足够的土地和住房供应 以满足等待公共住房分配的家庭需求 BBC报道 英国政府介入了在Holy Port建造大型影视制作基地的规划提案 投资公司Grey Stoke Land计划在伯克郡的Holy Port村附近建设声乐舞台 办公室和工作室 预计将创造1500个就业机会 然而温莎和梅登黑德皇家区早些时候拒绝了该计划 理由是其对绿带的影响 Grey Stoke Land对此提出上诉 计划于11月进行听证会 但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已确认介入该决定 Holy Port Studios的计划覆盖43公顷的土地 设有多个拍摄场地和一个虚拟现实工作室 旨在满足日益增长的影视制作需求 纽约时报提到 马来西亚的Forest City是一个十年前 由中国开发商发起的雄心勃勃的房地产项目 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 旨在吸引中国中产阶级 然而现如今Forest City的许多居民都是临时工 负责打理这片空荡荡的城市 便利店员工Sana Selvi表示 街道上充斥着陌生的面孔 许多公寓空置 街道安静 令人感到失落 尽管Forest City的高楼大厦在远处显得壮观 但近看却是一片沉寂 仿佛是中国经济辉煌的一个空壳 雅虎美国报道称 宾夕法尼亚州的检察长米歇尔·亨利 加入了一个由19位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 支持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歧视性影响规则 确保所有阶层和族裔的房主都能公平获得保险 该规则旨在根据公平住房法追究保险公司的责任 防止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歧视 亨利表示 公平对待每位房主至关重要 尽管保险行业对该规则提出挑战 但亨利和其他检察长坚决捍卫这一保护措施 确保每位宾夕法尼亚州民众都能平等享有住房保障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联邦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支持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推动各州取消印花税 以缓解住房危机 他在接受ABC广播的采访时表示 印花税是一个不好的税种 阻碍了人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流动 增加了买卖房屋的成本 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长期以来呼吁各州逐步淘汰印花税 转而实施年度土地税 奥尼尔表示 虽然他愿意推动这一变化 但作为联邦部长 他无法直接指挥各州采取行动 数据显示 2021-22年 各州和地区从印花税中获得了352亿澳元的收入 而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依赖程度尤其高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家庭债务正在迅速增长 超出了收入水平 尤其是在房价飙升的情况下 令借款人能否按时还款成为担忧 根据内部事务省的调查 2023年 家庭负债平均达到655万日元 而平均年收入为642万日元 首次出现负债超过收入的情况 专家指出 房价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的增长 导致抵押贷款规模不断扩大 特别是在东京中心地区 公寓价格快速上涨 30至40岁的人群在低利率环境下积极借贷 但这也使得他们面临更大的还款压力 高负债比例使得家庭在失业或减薪的情况下 偿还债务的能力受到挑战 BBC报道 一名38岁的男子卢克戴维斯 因提前获释而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 他在布里根德县生活在帐篷中 感到生活的混乱 他因多次盗窃被判入狱154天 出狱后却没有得到预期的住房支持 导致他不得不向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求助 戴维斯表示 他在帐篷中遭遇了老鼠 盗窃和恶劣天气的困扰 甚至考虑重犯以逃避无家可归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布里根德市政府承认 住房需求激增 加上生活成本危机 导致无家可归者数量上升 而新政策下的提前释放 也使得住房服务面临更大压力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韩国的旅游岛 激州岛面临着人口危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激州岛的政府决定 以每月不到30美元的价格 向新婚夫妇出租公寓 旨在鼓励他们生育 该政策不仅关注住房负担能力 还试图解决工作与生活平衡 急育而费用等问题 尽管政府投入了2800亿美元 来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但一些专家质疑单纯降低生育成本 是否能真正解决韩国的生育困境 许多年轻女性表示 性别不平等和社会环境的不适合是 她们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 她们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好的怀孕 分娩和育儿支持 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 澳大利亚反对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将把焦点放在住房政策上 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危机 反对派计划设立50亿澳元的基金 以帮助解决水、电、污水等基础设施瓶颈 预计将解锁大约50万个住房项目 反对党希望通过投资新区域的独立住宅 来吸引选民 而政府则专注于社会住房和高密度住房的建设 专家们对此表示 反对党的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但在细节实施上仍需谨慎 尽管双方在解决住房供应问题上有共识 但对住房类型和拥有权的看法 却存在明显差异 反对派更倾向于鼓励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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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